在农村上厕所一定要咳一声 那是八岁的铁袋第一次见到美姐 她像花一样美 唱曲时顾叛神非 美姐的老公呢在口外谋生 她就来到铁袋家寄住 并和铁袋的父亲组成搭档 唱二人台为生 或许是和三个小女儿分隔异地 那份无处发泄的母爱 就投注到铁袋身上 温暖的怀抱 湿润的亲吻 嘴对嘴的咀嚼喂食 让懵懂幼小的心灵情窦初开 产生依恋 发誓长大后非美姐不娶 忍俊不惊的老两口全当童言无忌 但很快铁袋就失恋了 隔天她去找美姐 却撞见她正和刚回来的老公温存 那一刻这个小屁孩心碎了一地 1966年某个大事件发生 二人台因为夹杂不好的词汇被敬唱 无奈的美姐只能跟老公去口外谋生活 走的那天铁袋跟在牛车后面追 边哭边喊 美姐你去哪儿啊 滚烫的眼泪落在贫瘠的黄土地上 也送走铁袋的童年时代 此去今年突然他们家门前出现一个妇人 因为那次事件铁袋的父亲被戳瞎双眼 但她还是第一个听出美姐的声音 她芳蓉不在变成一个半老徐娘 而在黄土高原的磨石下 铁袋也长成一个沧桑的汉子 美姐诉说起口外不如意的生活 这次回来她想重操就业 铁袋的父亲也正有此意 这些年不能唱戏差点把她憋疯了 隔天俩人就操练起来 还是原来的院子 还是原来熟悉的吊吊 奈何时过境迁 往事如风 铁袋也没有当年的想法 不多时 美姐的老公也回来了 三个闺女出落的亭亭玉立 一个比一个水灵 铁袋坐在秋千上并没在意 直到看见上完厕所 系腰带的大女儿 时光倒流 仿佛又回到八岁那年 大女儿长得和当初的美姐 一模一样 她呆愣在原地 像极了一见钟情 山挡不住风 雪挡不住春 山神也挡不住人想人啊 炙热的情曲 借空旷的土圆 绕一圈再钻进 意中人的心坎 情浓浓 意绵绵 喜清清 晚上两家人相约吃糕面 男大当婚 女大当嫁 铁袋娘半开玩笑 半认真说道 干脆让大女子 嫁给我家铁袋算了 美姐一愣 吃面不语 大哥 我嫁给你吧 三女子 哐当杂出一句 一时间哄堂大笑 也缓解了尴尬的气氛 回到家 铁袋娘开始 数了几步中用的父子俩 你看你们那个球相 屁都不敢放一个 你们不是跟人好 咋别个嫌你家穷啊 你看她家那个 哑女二妮子 越长越不跟她娘一个样 我看美女子在口外就没干好事 耻不定跟哪个野男人生的种 戏词里的故事 戏台上的人 虽然家里人不同意 但铁袋吃了秤托铁了心 要和大女子好 而大女子也喜欢铁袋 两人总是悄悄约会 终于在一个阳光透亮的午后 她背着大女子猴急的钻进 黄土丘陵中 以天为备以地为床 直到这天 大女子老爹去地窖装土豆 俩人衣衫不整的从里面爬出来 这么下去不是个事啊 老两口就拖了个媒人 在口外给大女子找了个 富庶的蒙古人家 铁袋大闹订婚宴 各种阻止 却也敌不过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蒙古人前来接亲那天 铁袋声泪俱下的让大女子不要走 为爱吃 为爱狂 为爱撕心裂肺 欲断肠 但大女子还是消失在一片尘土飞扬中 为爱吃狂的铁袋 又是骑着驴去追迎亲队 结果被恐无有力的草原大汉揍个半死 回来后的铁袋 想得了十心疯 是又哭又笑 疯疯癫癫的 不是去炸梅姐家的房顶 就是对着驴买醉 还让她也喝一口 尝一尝爱情的苦 等醒来后 又冲着梅姐大喊 你大女子不嫁给我 那你就必须嫁给我 心疼的老两口请来神婆去 做法驱邪 神婆说 两货需要相克 才能彼此共生 七天之内 铁袋必须取一个哑巴为妻 这病才能好 否则将有血光之灾 巧合的是 二女子自幼诗语 就是一个鸭巴 自知愧对铁袋 梅姐不要一分钱财礼 就把二女子嫁过去了 铁袋拗扭不过眼瞎的父亲 二女子拗不过赎醉的梅姐 被强制拜堂成亲 但两人无情又无趣 无爱又无力 盘着抱孙子的老两口 在门外守了一夜 结果各睡各的空欢喜一场 婚后的铁袋更是郁郁寡欢 每天借酒交愁 而二女子作为爱情夭折的补偿品 也带着不甘心和不情愿生活在铁袋下 这晚有一个剧团来村里演出 铁袋拧着啤酒醉醺醺的走上舞台 一手走膝口悲切的呼唤着远方的爱人 人们常说人生如戏戏如人生 别人以为他在演戏 其实他演的是自己 铁袋的真情流露 让团长看上他的才艺 而如今爱情已死 又深陷不理想婚姻的淋雨 或许出去流浪 才是对自己最好的放松和解脱 铁袋走了 离开了这片伤心地 就好像宿命的轮回 在车上 他恍惚看见小时候追逐美姐的自己 那仿佛云遮月的朦胧情愫 又瞬间清晰了起来 直到一满心海 江河绝地 变成舞台上的嬉笑怒骂 一腔心事自己尝 铁袋从小耳濡目染 爹爹唱二人台 所有子曲早已烂熟于心 作为特定时代唯一的娱乐方式 深受乡亲们的喜爱 每次离开都是扶老邪又挥类相送 那些接地气的唱词直白庸俗 但都是农耕门明里 人们最朴素 最核心的精神追求 面对热爱的记忆事业 走南闯北的纷繁 以及经历过的人事沧桑 生命的无力感 正吞噬消磨掉他 曾经朝思暮想的情感 很多人说 时间是最好的解药 我觉得是 好像又不是 他更像是在教导人们 把那份爱藏进心底 偶尔拿出来晒一晒 感觉有一点点遗憾 又有一点点释然 于是铁袋回了几次家 那个不会言语 默默持守风情云淡的雅女 最终成为他的妻子 和他孩子的母亲 而铁袋 因为这些年对剧团的付出 和自身的才干 被提拔为副团长 往事如风 生活平平淡淡 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 直到有一天 平静骤然打破 愈发苍老的梅姐 突然找上门 三女子也热爱唱二人传 闹着要考铁袋的剧团 希望她不要录取 没想到当年那句 大哥 我嫁给你啊 是出自三女子好艳的 真心实意 面试那天 她穿一件白衬衫 与一席长裙 留着短发 既知性又美丽 简直是年轻时 梅姐和大女子的加强版 而她带来一首 甜蜜蜜 惊艳思作 铁袋是两眼放光 那一抹倩影 仿佛让时光逆转 像 太像了 虽然铁袋答应过梅姐 但人事任命 由团长亲自决定 好艳给剧团带来一股 从未有过的清新之风 团长决定留下 再加上唱功一绝 逐渐成为剧团的台柱子 和铁袋登台合作 得知到消息后的梅姐 坚决是不同意 但女大不由娘啊 气得老爹甩手就是一巴掌 她和你大姐搞了一年 又和你二姐过了大半辈子 你还敢去招惹她 奈何好艳根本不听劝 她读过书 在新时代邓丽君情歌下成长 前卫大胆奔放 敢爱敢恨 敢逾越世俗礼教 勇敢去追求 她说过 她崇拜铁袋在舞台上的魅力 她羡慕不以当年铁袋 和姐姐的纯真爱情 对于好艳的死缠烂打 铁袋一直保持着距离 可知道有一天 好艳在演戏的掩护下 亲了一下 她愣住了 回忆找回旧时的风筝 坠落在平静的水面 泛起点点涟漪 那一晚 铁袋失眠了 曾经那段刻骨铭心的爱情 像是回来了 她有些心动 却又带着隐忍 不久后 她托人给家里烧去一些东西 有女儿的衣服 还有妻子的红裙 在拱形的窗户前 方形的炕上 二女子点着脚尖 小心翼翼的孤芳自赏 像是完成一场美的仪式 在时代的洪流下 歌舞团逐渐兴起 迷迷之音激情 奔放在配上热舞 台下是人山人海 而真正代表艺术的二人台 逐渐被时代抛弃 台下门壳裸雀 为生计生活所迫 剧团也不得不与世俱进 当好艳穿着小高跟 一袭旗袍唱起甜蜜蜜 笑艳如花战 玉音婉转流 脚脚膝 似青云之碧月 飘飘兮 若回风之流雪 铁袋也沦落成为伴舞的女演员 摇着僵硬的身体 造型诡异 笑容可掬 剧团一炮而红 演出是接连不断 在台后 好艳开始试探铁袋的心 姐夫 你觉得我好看吗 她暧昧地靠近铁袋 在耳边轻语 姐夫 我们谈谈心吧 你是不是还想着我大姐呢 铁袋眼角闪过一丝心慌 娃娃都五六岁了 早就过去了 还想上呢 说完故作镇定的离开 不死心的好艳 又施展美人计 在红艳艳的幕布后面 脱光衣服 面对诱惑 铁袋愤然离去 美人计无果 好艳放狠话 你要是赶走 我就让你后悔一辈子 她说到做到 在庆功宴上 团长对好艳勾肩搭背 但她却没有拒绝 散席后 又和团长独处一事 闭门憨歌 铁袋听着墙根 当听到团长欺负好艳时 急冲冲跑去敲门 可里面毫无反应 情急之中又用脚踢 从门洞里钻进去解救 可这一切都是好艳舍的局 她成功了 曾经舞台上那个崇拜的男人 当年那段令自己羡慕不已的爱情 她也拥有了 但仅仅只是刹那拥有 铁袋爱过 也受过伤 也经历过人世繁杂的历练 她再也不是当初那个 为爱痴狂的年轻汉子 她的客观世界 也不仅仅只有眉睫 还有责任家庭道德忠诚 而好艳 只是长得像大女子 但终究不是大女子 就像回忆可以怀念 但终究成不了未来 想通这一切 铁袋真的释怀了 她回了家 因为常年在外 六岁的女儿跟自己有些疏远 年迈的父母 以头发花白 唏嘘不已 这时的铁袋 棱脚被种种打磨 只剩下一个随和的她 平淡的她 晚上一家三口躺在床上 像是睡前的喃喃细雨 她搂着女儿 问爸爸亲还是妈妈亲 以后爸爸不走了好不好 她要弥补女儿没有父亲的童年 她要对那个不能表达 但忍辱寒兴的妻子 说声感谢 有时候不是我们选择了妥协 更像是认可了接纳 梅姐有好杰之道 上映于2013年 欲望 爱 艺术 大抵美好的东西 都存在于悲下之中 铁袋的一生 就好像男人的四个阶段 梅姐是启蒙 还提时的铁袋 被梅姐的母性之眉打动 扬言长大之后要娶她 这是一种超越母亲式的 依恋之眉 大女子是初恋 齐齐浮复之中 有四衣汪洋的决堤情感 这是青春岁月里 刻骨铭心的爱情之眉 但最后被父母棒打鸳鸯 远嫁蒙古天各一方 代表爱情最初的纯美和遗憾 二女子是家庭 她含辛茹苦围着田梗 孩子老人转 而这平平淡淡 才是真的婚姻淡然之眉 但她起初强制拜堂 本是一场悲剧 新婚业又拒绝和铁袋同房 后来又主动承担起铁袋在外的监视后盾 在她身上 有着女性的倔强 坚韧与柔情之眉 三女子是中年诱惑 但她作为新时代女性 受过高等教育 开放 大胆 炙烈 倡导事业自由 经济自主 爱情勇敢 在她身上 是独立和自信的新时代女性之眉 而铁袋对她 因为道德的束缚 则是一种 对美丽女性隐忍克制的 情感理性之眉 一个男人的一生不过如此 一个女人的一生也不过二 虽然人的生命境遇有所不同 就像舞台上的戏 明明写的是同一个故事 但写出来的戏词不同 曲调不同 演绎的方式更不同 但有一种东西是共通的 那就是生命体验 这种灵魂深处的诉说和凝视 此片也是献给静肝闪 内蒙繁衍生息的人们 在满是尘土风沙 并不肥沃的土地上 他们远比我们想象中勇敢 他们远比我们想象中坚韧 他们有着最质朴的思想和智慧 他们一世一代繁衍 生生不息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下周四不见不散